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前世界第一下普利斯科娃 挺进女大八强的王强给主场小米惊喜 其实中往前的五网 王强在半决赛重伤退 也让大家为他的身体担心了许久 我感觉其实今天对手失误很多 其实我的状态也不在最佳 毕竟因为伤病休息了好几天 手也很生 可能对手冲击新加坡总决赛的压力很大 没有在最佳状态 获胜后 王强这样说道 在率先赢下一盘比赛后 第二盘比赛 王强一度一比四落后 不过最终他完强回破对手 最终之落两盘获胜 其实落后是自己并没有想太多 因为落后是自己失误造成的 就是不断的说要及时原谅自己 不要纠结之前的失误 王强这样表示 接连获得南昌 往往冠军 又拿下亚运冠军 进入超五赛四强 如今又首次闯入皇宫赛八桥 王强本赛季的表现可为惊艳 除了不断赢球带来的信心 王强坦言 体能教练一直跟随着他征战 让他赛季末依然拥有充足的体能 而国家队以及团队的帮助也至关重要 无往后及时排名来到二十八位 成为进华新一姐 也让大家对王强的胃来颇为期待 在大满贯战季上 王强如今最好成绩是进入第三轮 还未突破第一周魔咒 从去年开始就想自己能打进大满贯第二周 现在暂定小目标是下载子能进入大满贯第二周 希望自己走得更远 王强这样表示